我和我男朋友相处不到一年 但是现在就感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 导致矛盾很多 感觉他做的事情我都不是很能理解 他这个人太古板了 而且认准了的事情就必须办 也不征求别人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很难沟通 其实我觉得除了辞职的这个事情 不太能让他理解以外 其他的矛盾都是很小的事情 都是可以沟通解决的 但是很多时候他拒绝和我沟通 我就希望我们能平静下来 好好地聊一聊 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小苏 30岁来自北京 戴业 有请 小胡 22岁来自辽宁 职员 有请 欢迎两位 女生要来 男生要来的 是我 是你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就是可能要是碰到问题 那也不至于这么愁眉苦脸 你那眉毛拧着 他怎么了 跟大家说 我们两个本来就有年龄的差距 然后有的时候生活中很多事情 我不能理解他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古板的人 古板 比如说他喜欢花现金 今天我约他出来看电影 他提前到了电影院 我说你先去买个电影票 正常大家在手机 什么各种客户端 微信上面都可以买得到票 二三十块钱就解决了 他去了部 他就非要花现金 拿一百块钱办了一张电影卡 本来四十块钱能解决的事 非要花一百块钱办个电影卡 而且那个电影票 后面都是带零头的 后面带个几毛钱 就比如说二十九块九 那我电影卡里剩那几块钱 几毛钱 那不是钱呢 那我留着他干什么呀 然后还得继续往里头搭钱 就是当时给我气得都不行 这就是一个个人习惯嘛 除了这个看电影用现金 你其他的支付方式 现在也用现金吗 不一定 看那个当时什么状态 所以这没什么 这也不算古板嘛 但是他有的时候 其实吃饭呀 或者买衣服什么 他都其实挺喜欢用现金 有时候坐出租车 他也喜欢交 大家找不开零头嘛 其实这都不算什么 还有一个 我挺接受不了的事 坐公交车的时候 北京公交地铁 有的时候确实挺挤的 但是他会提前一站 就一个一米九三的男的 然后站在人家身后 跟人家直接伸头就说 您下一站下车嘛 要是有人 大早上早高峰的时候 这样伸头过来问我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特多余 然后就会觉得很尴尬 他自己都不会 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这事是这样 就是说我之前没卡过 有人不下车 就是站在中间 我只是过去问一下 我也没说是恶意地 去抨击别人 那你早高峰的时候 大家都挤 大家都知道 后边有人要下 或者怎么样 也没见说谁 我就站在那过去问 你下车吗 再一个就是时间上的 时间上面 就比如说 本来一个不重要的事 就比如说眼镜上 螺丝钉松了 想去扭个眼镜 但是就逛着逛着 突然看见了一家 挺好玩的店 或者说 今天有一什么电影上映了 咱俩去看 然后可能这事就耽搁了 他就会一直叨叨这一个事 就是说 哎呀 今天眼镜没修上 或者怎么样 我就一直叨叨 然后包括有计划这个事 就是现在就是支付宝 什么上面都有 那个什么花呗啊什么的 他就不敢用 他就觉得像在借别人钱 然后只要是用了花呗 他就不管用了几十 就是一百也好 或者用了几十 几块也好 他就一直叨念这个事 我就不太懂 我是因为个人原因 然后那个 个人原因 目前是把工作辞掉了 我没有在工作 我下个月可能 没有钱进账 我只能花现金 来维持现在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现在 你用支付宝一类的软件的话 你下个月是要还的 都是平时吃饭的钱 也没有特别多 几百块钱 多久 是上个月刚辞 上个月 那没啥呢 以前工作就很不稳定吗 以前工作很稳定 所以这习惯 是因为辞职之后才有的是吗 这习惯 对 那这没什么呀 但是就让我觉得 那没必要一直 叨念这个事吧 一路上都不开心 不管出去玩还是怎么样 只要用了这些东西 就一路上坐在地体上 就整个人就是这个表情 就是他刚上台那个表情 一路都是那样 不管你开不开心玩的 我真觉得都 这都是无所谓的事 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呀 压力比较大是吗 是 现在是辞了以后 因为潜用的差不多了 压力肯定会 潜用的差不多了 就是积蓄差不多了是吧 找工作去啊 当时辞职是因为 第一 我上一份工作是加班 我这个工作就是加班 你在网络公司肯定要加班啊 这个你都不用说 你的网络公司 我现在做广告 我觉得我都要加班吧 在北京加班这太正常了 因为加班辞职 我觉得这说不过去 我说因为加班辞职的 然后还有一方面是 家里房子要装修 两边我顾不过来 跟他交往的话 如果真的是天天加班的话 没有时间陪他 我说我想去换一份工作 换一个工种来继续维持 现在的生活 您可别提现在的工作这事了 前一阵说自己要去快餐店 去打工 然后本来年前的话 就是因为他比我大一些嘛 年前的话准备就是 见一见家里面的人啊什么的 他现在找工作是挺不好找的 在我看来是挺不好找的 你如果去快餐店打工 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等你去我家 我倒是不在意 那我妈呢 我妈肯定会说 说现在你男朋友在快餐店打工 你去北京 我不是一直都在快餐店打工 但是你耽误了这一段时间呀 我觉得就是说骑律找马 不怎么耽误事吧 你工作也要忙 然后那边面试也要忙 你本来还说什么 家里房装修也要忙 你有几个头呀 就真的就是 有时候我们俩 就是可能关键不一样 然后他就一个人生闷气 也不跟我聊 我却问他 也问不出什么来 就是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你问他吧 反而好像感觉他更生气了 就是这事就是 也在家里也不跟我说 我就是觉得 他有一些小事我真的是 我平时工作就特别累 工作上锁事就特别多 是不是因为这次 因为辞职完了之后很多问题 其实辞职前就存在 这次可能因为辞职了 陪你的时间多按他的说法 可能这个就爆发出来的 这些问题了 可能是日期越累的 我说 日期越累的 我最受不了的是 因为我还年轻嘛 然后 他也很年轻啊 对于我来说 他已经算是比我大很多了 他很不注意自己形象 特别不注意 不是挺好吗 我之前 是今天上节目穿的 倒是挺像样的 平时的时候在 就是有一次我最受不了 我在一个 还算比较大的公司上班 然后中午 他去给我送午饭 当天穿着一个塑料拖鞋 就是去澡堂的那种塑料拖鞋 也没洗脸 然后头发整个就乱的 上面就飞起来的那种 然后直接就去了我公司 中午饭点 大家全从那一个门出来 你知道吗 然后他逆着方向走 大家一乌央的人 全都能看见 我这样迎着他过去 我男朋友 就是拉里拉他的那个样 我当时就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说他 我就赶紧给他领到旁边 拿着饭 然后跟他聊会儿天 我就上楼了 然后平时跟我逛商场的时候也是 你不下雨 比你穿拖鞋干嘛 那24块钱特别便宜拖鞋 你要是说特别贵的那一种运动拖鞋 我也就忍了无所谓了 是吧 但是就真的是洗澡穿的那种拖鞋 穿去商场里面 他上班我不上班 我平时在家里 基本上就是起来以后 能给他做饭 就是做完饭给他送过去 然后可能就是 不会太在意这方面 这点我承认